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萝卜切成片 用叉子在上面 插几个叶 全部切好 摆放砂锅里 放上带鱼 姜片葱段放进去 放上一点食盐 加入适量的生抽 白酒 白糖 适量的清水 水开后 撇去浮沫 盖上盖子 蒙食五分钟打开 撒上一点葱花 看到美味的砂锅萝卜带鱼就做好了 吃起来美味可口做法简单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欢迎点赞 转发 评论 加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